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中秋节 诗诗跟老公就送上印有龙情诗意的中秋礼盒给工作人员 有网友更调侃自己收到的是刘诗诗吴奇隆秀恩爱礼盒哦 妈妈 这是中秋嘛 大家开心 而同场的周博豪最近演出的电视剧《使徒行者2》反映相当不错 博豪饰演的乐绍峰更成功进屋 深受观众欢迎呢 我在借头下面曾经有一个老婆婆 我想应该超过80岁吧 然后她邀请我合照 她能够叫我周博豪 还有叫我乐绍峰 不用说 太太一定也是乐绍峰的粉丝之一吧 她有空就会看 但是她平常也会跟我一起看 因为我是看这个VIP的东西 就是可以一看就看五集 这个比较好 对一看五集 然后对啊 她到一些我受伤的部分 她就经常觉得我看她为什么突然间好像那个内色会有点难看 她就觉得很心痛 我拍戏的时候好像真的受伤 但是我告诉她拍戏就是拍戏 不要担心 不过就有网友搞笑止博豪的鼻孔比本人更懂演戏啊 对啊 这个没有太多人能够做到这个事情 对 很开心 谢谢大家留意 还有就是很喜欢啊 因为就是我妈跟我爸给我一个礼物 然后可以放大 还有突然间又可以变得很小 是一个很难训练的一个技巧来的 对 博豪更表示自己的微博点赞数 已经由以前四位数激增至六位数 商演跟寻唱更是接不停 难怪博豪也要努力操机 保持状态啦 其实我 我不知道 因为现在到明年的年终 也会每一个月也要一到两场的演唱会 所以最近真的比较多健身 还有吃的比较清淡 因为真的要最好的状态到这个台上面给大家看吧 所以 对啊 蛮喜欢现在的自己 至于同场的谢婷婷跟鹰眼谢洛梅的关系 到现在还是一个谜 到底你们是不是已经在一起啦 我觉得我自己在美国有自己的 不是什么名字 但是我觉得很 什么 很平安 可以 可以做到我自己想做的东西 但是我不太想 有别人一见到我就是谁谁的女朋友 或者 你认识谁 你跟她很好朋友 所以我想他们认识我的时候会 啊 你是Jennifer 你好 想不到婷婷原来是个耍太极高手啊 香港报道